房市秘密报,为你报秘密 今天我们要看竹北县至三崎的一个案子叫 加泰一景 加泰一景位于竹北县至三崎俗称东北角的地方 什么是东北角呢?东北角在这里 为什么呢?因为过来这边就是一大片的农田 这边已经是县至三崎东北边最边垂的地带 接下来我们来看加泰一景的标准层平面图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构是非常的漂亮 它有三大洞分别是A洞、B洞跟C洞 然后呢A洞是单层双拼 B洞跟C洞都是单层四拼 而且B洞跟C洞基本上是对称的格局 这次读者问到了我们是 A1、B3跟C1这三个互别 接下来我们会为各位做解析 我们先来看A1的平面图 A1它是40.09平 三房两厅两位的产品 那它的优缺点在哪里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优点就是客餐厅的动线 一气呵成没有虚平 再来这个是宝卡卡比较少见的 就是它的两套卫浴都有开窗采光 而且它的主卫浴 还有浴缸的配置其实还不错 那缺点的部分呢可能会比较多 第一个就是它的入口的这个地方 直接切进来不但压凉 而且还没有给你做玄关的位置 这个要靠这个室内设计的手法才有办法解决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前阳台 它的前阳台刚好是面东北边 所以冬天可能会受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 再来就是你看它这个客房 它这个客房的面积 这个是它的客位率 客房的面积跟客位率比起来大不了多少 所以这个房间可能会挺小的 再来就是它的这个后阳台开窗 直接就面对它的这个流离台的这个炉火的位置 一般来说这样的这个设计 可能在传统上会认为比较不好 最后我们来看到 这边它的客房 它是放这个空调的室外机的地方 而一方面它这个整个开窗 唯一的开窗都被这个空调挡住了 第二个方面是它这个空调要供应 我们这个全室内这个格局的这个线路 在这个管线的部分 可能会有过长的疑虑 接下来我们来看B3的配置 B3它是40.21平 三房两厅两位的产品 它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室内的这个空间 格局非常的方整 再来就是它大门进来有一个玄关的设计 而且客餐厅的这个动线也非常的流畅 然后呢 它的主位域不但开窗采光 而且还有这个浴缸 再来就是它的这个客位域也有开窗 还有后阳台的这个部分 它多了一个放室外机的这个位置 所以在这个冷气的管线的部分的话 在布线方面的话 就会比较好布线 如果硬要挑缺点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前阳台受到一个这个假柱的影响 装饰柱的影响 所以前阳台这个面宽景观会受到影响 第二个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室内换一个对角线 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这个位域是至中的 传统上有一些消费者不喜欢位域是至中这样的设计 最后我们来看C1的平面配置 C1它是29.07屏 两房两厅一位的产品 它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呢 我们来看 首先就是它的室内空间格局非常的方整 再来就是它的大门进来有一个玄关的设计 在两房的产品里面有玄关是相当不错的设计 然后呢它的客餐厅的这个动线非常的流畅 如果硬要挑缺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两个房间是门对门 门对门呢 可以用装潢的手法来解决 可是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后阳台这个开门的这个部分 它是直接对到我们这个 这个厨具的这个炉灶 这个就没有办法用装潢的手法来解决了 总的来看 这个案子在平面配置上 已经相当的用心 而且它的卫浴户户开窗采光 这个在宝咖咖的产品里面 已经是相当大的进步 如果要让我们做偏好推荐的话 个人认为B3它的这个格局动线 规划会比A1要好一点 至于C1因为它是两方的产品 我认为要另当别论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对你有帮助 欢迎到YouTube订阅加分享我们的房式秘密报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或者私讯给我们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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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